東進雖然擊敗前巡弗堅的入侵 但由於東進執政者大多數安於現狀 不希望改變偏安江左的局面 所以並沒有趁著弗堅失敗引致中原分裂 而乘機光復中原 反而為了奪取權力而明爭暗鬥 東進校母帝司馬耀的弟弟 潰嬉王司馬道子和道子兒子司馬元顯 先後排擠眾臣謝安、王公等人 控制健康朝廷的政權 後來校母帝司馬耀突然死亡 司馬道子兩父子立校母帝太子司馬德忠為帝 即是後世所稱的晉安帝 由於晉安帝自憂痴呆 所以實權仍然由司馬道子父子掌握 司馬道子司馬元顯父子 任用阿如奉承的大臣、官吏 例如王國寶、朝王司馬尚之等等主持政務 這班人大部分是歸族門帝出身 不知民間疾苦、嬌車淫逸、縱容貪污 令到法紀敗壞 司馬元顯為了鞏固朝廷 徵召、潰溪、東洋等郡的勞卜、田客 即是要租其他人的土地來耕種的人 去首都建康當兵 希望加強朝廷的實力 牽制鎮守京口 即是現在江蘇鎮江市 手握北府兵兵權的王公 和鎮守京州江陵 世代掌握長江上游兵權的援氏家族 以及京州刺史恩仲堪 但是司馬元顯徵召勞卜田客當兵 令到農田荒廢、民怨沸騰 於是復下日後民變的危機 當時握有實權的王公、恩仲堪和還元 趁著健康政治混亂 先後兩次聯合起兵 聲討司馬道子、司馬元顯父子 第一次因為司馬道子殺了王國寶代罪而罷兵 第二次因為司馬元顯收買了北府兵 中級軍官劉勞之發動兵變 殺死王公、聯軍因此暫時解散 當時是晉安帝隆安二年九月 即是公元398年 由於劉勞之統領北府兵 歸父執掌健康朝廷政權的司馬道子 司馬元顯父子 朝廷實力似乎大為加強 但是根據進書記載 當時石頭城以南由荊州、江州將領控制 石頭城以西由豫州將領控制 京口和江北是劉勞之和高雅之等 北府兵將領的勢力範圍 健康朝廷政令所及的 只得吳郡、潰溪、臨海、永家、東陽、新安、吳興、二興八郡 即是現在江蘇省太湖周圍加上浙江省 王公死了大約半年之後 這八郡範圍之內 又爆發大規模的民變 孫恩之亂 根據證史記載 孫恩是狼爺棍人 他們的家族一直是江南道教領袖 孫恩的叔父孫太 甚得民間信徒崇拜 俊書說孫太能夠廣有百姓 愚者敬之如神 揭揭財產 盡子女 以其福慶 當時部分貴族和官吏也與孫太結交 孫太暗中煽動百姓 宣傳進朝就快滅亡的言論 聚集了不少途中 甚至連廣州、屈臨、膠子 亦都有孫太的信徒 後來潰溪內使借由揭發孫太的不軌企圖 於是孫太被東進朝廷逮捕處死 而孫太的侄孫恩就藏在海島之中 但是仍然暗中聯絡信徒黨羽準備起事 孫道人 我們躲在這個荒島上面已經有幾年了 究竟何時可以上岸替天行道 是呀 是呀 大家都等得很心急 各位不用心急 天艷俊朝 據我派去潰溪探聽的人回報 自從司馬元顯勾結反覆小人流勞之 駐殺王公之後更加尖尖自喜 連他的父親司馬道子都被他冷落 聽聞司馬道子一直沉迷於酒色之中 不理朝政 原顯這個興浮小子自以為是 只知重用親黨 各地周郡長官和將軍都督對他不滿 我孫恩相信 俊恩相信 俊朝喪亂 此日可待 還要等俊朝喪亂 等到幾時呀 等到幾時呀 我們當然不可以只等 我已經派了梅夫奴巡去潰溪 吳郡 永家 臨海等地 與各地的逃中首領聯絡 趁人心動動 約定一起起事 殺盡朝官來 到時我們也攻入潰溪郡 毫靈天下人 要他們順應天命 一起諸滅司馬氏 大家共享福氣 只要盧秦約好各地逃中 有消息回來 我們就立即行事 萬歲 萬歲 叔父敬遠先生 雖然已經羽化登仙 但是一定會率領天兵天將 助我們成功的 誰在外面這麼吵 翻賊孫恩殺到啦 孫恩殺到?孫恩殺到? 人來呀!人來呀!人呀! 會區內師黃盈之 快點出來受死 天兵天將快點來救我呀 哈哈哈哈 原來黃盈之躲在這裏 我們是天兵天將呀 孫長軍 黃盈之躲在這裏呀! 黃盈之躲在這裏 將他拉出去斬首時鐘 出門! 出門! 不要呀!不要呀!不要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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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黃佑軍的仔 我…我都是信奉五斗米道的 你們想要什麼寶物呀? 我…我…我都給…我都給… 不要管他那麼多! 拉出去走! 出去!出去! 出去! 哈哈哈哈哈哈… 各位! 你們看看… 黃盈之… 黃盈之只是區區一個潰稽內市 但是他的府中幾多財寶 健康城內一定更加堆積如山呀! 哈哈哈哈… 大家攻入健康城 可以享盡榮華啦! 攻入健康城! 是啊!各位! 你們立刻去各鄉張貼文書 有人如果希望富貴長生 就立刻跟隨我精東將軍孫恩 攻入健康城 如有違抗我天兵的格殺物論 凡是晉朝觀禮 到死有如故 殺無色! 凡是! 孫恩這個妖賊真是好膽 果然煽動百姓 擾亂潰稽吾棍等地 殺害朝廷官吏 還說要攻破健康城 哼! 好大口氣! 各位! 本將軍奉朝廷召書 都督會溪等五軍軍士 誓要拼定妖賊 各位有什麼意見呢? 啟稟都督 不過安撫百姓 百姓自然不會協助妖賊 道督要評定妖賊 其實並不困難 哼! 劉如! 劉參軍啊! 我們如今是要土平亂賊 建立公分 不是想聽你說先王之道 而且妖賊 聽聞我劉勞之 率領北府兵來潰稽征土 已經退返海上了 是喔! 是喔! 如果不先撫述百姓 我們憑什麼安定天下呢? 好了好了 不要說那麼多了 本將軍如今下令 大軍分別團絕潰稽等國員 肅稱分散各地的妖賊 劉參軍 你率領水師 沿岸防守 記住 千萬不要被妖賊蟲襲 遵命 進朝派了劉勞之鎮守潰稽棍 我們幾次想深入內地都不成功 被迫在南上等待時機 唉 孫將軍 劉勞之所統率的是北府兵 想不到這麼難對付 尤其那個劉紀龍 他佈下雖然只有幾千人 但是法令而明 從來都不努力百姓 而且劉紀龍每次上陣都新鮮時尊 我們的士兵一聽到劉紀龍 都畏懼三分 這個人都算難對付 孫將軍 既然劉勞之現在團絕潰稽棍 驚口一定空虛 我們有戰士十多萬 劉船千餘手 與其在海上漂浮 不如趁劉勞之未有戒備 直接進攻驚口 逼人健康誠也好 這也是好主意 好了 趁東南風起 大家向驚口進發 好 劉參軍 有重要軍情報告 你說 據沿海守軍探聽所得 孫恩率領千餘戰艦 由長江口溢流而上 逼近驚口 孫恩戰艦逼近驚口 嗯 他肯定知道驚口空虛 所以想偷襲驚口 劉都督如今屯住潰稽山蔭 一定趕不及回師驚口 我這裏留完 距離驚口有三日路程 還趕得及 來 下令符形立刻救援驚口 走 劉參軍 我軍已經到了驚口郊外 妖賊孫恩 也已經包圍驚口城 好 讓我上前看清楚 孫恩的賊兵果然散步驚口城外 咦 旋山上也有不少賊兵 嗯 好 全令衝上旋山 殺退賊兵 啊 劉參軍 賊兵有十幾萬人 我軍只有幾千人 你錯了 賊兵雖然是多 你看 他們全無紀律 連列陣都未會 全部都是烏合之眾 他們怎麼都猜不到我軍這麼快趕到 只要我們佔據孫山 賊兵望見升旗改變 一定會驚到氣甲逃走 別說那麼多 大家衝上山 好 衝上 衝上 啟稟 劉都督 妖賊孫恩已經被末將殺退 他率領殘餘黨羽 不過長安已經去了屈州島 哈哈哈哈 好 好啊 劉基隆 你這次的功勞真是大 妖賊孫恩 擾亂江東八骨 終於都被我劉盧之平定了 哈哈哈哈 嗯 劉基隆 在 你要領兵繼續追趕孫恩 將他捉拿正法 領命 孫恩在京口被劉豫擊敗之後 和殘餘部屬向北逃走到屈州站備 所謂屈州 是古代山東半島西南方的一個小島 現在是屬於江蘇省東北部的連雲港市 不過由於千多年來的黎沙沉跡 原有的屈州已經和大陸連接 現在再不是一個島 屈州上面其中一座山叫花果山 相傳是神話小說西游記之中 美猴王孫悟空的家鄉 不過這些是題外話 劉豫追趕孫恩 孫恩由屈州再轉回南方 被劉豫再擊敗 於是孫恩同步下百幾人跳海自殺 孫恩致亂亦都平定了 當時是晉安帝元興元年三月 即是公元402年 孫恩雖然死了 但是孫恩的妹夫盧秦 率領孫恩的殘餘部屬 沿海到達潘嶼 攻陷潘嶼城 自稱廣州刺史 而且自行委任太秀 怨令等等地方官 後來 劉豫北伐中原的時候 盧秦以為健康空虛 亦都乘機由領南起兵 越過南嶺 佔領南康、盧陵、御張等郡 即是今日的江西省 還殺了東進鎮南將軍何無忌 接著劉豫由中原回師 在雷池那裡 將盧秦擊敗 盧秦逃走回潘嶼 再向南逃走到澳洲 最後亦是跳海自殺而死的 劉豫擊敗盧秦的雷池 是一個湖 位於現在安徽和湖北的交界 在長江以北和婆陽湖相對 進明帝的時候 地方軍陣首長蘇俊有叛亂的企圖 進朝下令蘇俊不得越雷池一步 亦都是指這個雷池 路巡雖然是佔據過領南一段時期 不過當時進朝已經混亂不堪 而且領南又遠離首都建康 所以對局勢影響不大 至於江東的吳郡、潰溪等郡 本來長期以來是東進朝廷的經濟重心 從來沒有受過戰亂影響 社會安定的 但是經過幾年動亂之後 江東掃郡亦都殘破 戶口減少 連供應健康的物資、糧食 亦都有困難 令到東進政權更加動盪不安 擊敗孫恩和盧秦的劉宇 原籍徐州彭城 高祖父劉雲 因為五湖亂華由北方移居江南 在晉陵郡丹桃縣京口里定居 即是今日江蘇省鎮江市市內 南宋池人新氣侄所填的永遇樂 京口北固亭懷古 這缺詞中有幾句話 邪陽草樹 沉上寒墨 人道激怒層住 想當年金鍋鐵馬 氣吞萬里如虎 這幾句就是新氣侄登上北固山 望回到丹桃縣的時候 想起劉宇曾經在這裏住過 和劉宇當年所建立的工業 其實劉宇家世貧窮 出生之後沒多久 母親去世 由叔母餵奶 因此語名叫做紀奴 劉紀奴沒有正式讀過書 所以只是略識文字 年輕的時候曾經以耕田 和賣草孩為生 生活十分艱苦 後來參加北虎兵 北虎兵是謝安執政的時候 招募京口廣寧 一帶的北方僑民壯丁 編成的軍隊 劉宇的身份資格正是適當的人選 關於劉宇幾時入伍 史書上並沒有記載 但是肥水之戰的時候 劉宇已經二十一歲 到底他有沒有參加過肥水之戰 也找不到有關方面的記載 孫恩之戀的時候 劉宇被統帥劉勞之任命為參軍 孫恩平定之後 劉宇稱為建武將軍 夏皮泰秀 進身為北虎兵的高級將領之一 於是劉宇在東進末期 便成為控制東進政權的主要人物 中華五千年之孫恩之戀 是由盧偉力、林昭榮、陳耀華、莫家驅、鍾偉明、簡偉安、葉西雄、蔡雅閣、林友榮等聯合播演 現在經已播放完畢 謝謝